1 2 3 4 教室來了一位 意想不到的戴戈老師 要上一堂學校沒教的是 我是誰 我是誰 但是我沒有穿儲師服啊 大家好 大家好 從今天開始啊 你們不用叫我保存師父 以後叫我小寶叔叔就好了 好 那誰要先自我介紹 我叫小玄 小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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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小玄 那以前我家是養豬的 對 那還有養牛的 好 換你 吳寶春鼓勵小朋友 用小名字我介紹 很快的就讓 軟軟的同學 變得活潑起來 有一位特別害羞的學生 還事先寫了一張卡片給他 你寫給我的 謝謝 謝謝你到學校教我 怎麼做麵包 我都還沒有說 我要教你做麵包 我有說要教你做麵包嗎 好 我會努力學習 謝謝你給我機會 謝謝 那你叫 應成 應成 那我不是要教你們做麵包 那我想要教你們做Pizza 今天的代課老師 是麵包師父吳寶春 為了什麼事 他爬到樹上乾麥瓜 我賣命演出喔 因為以前我就是很喜歡爬樹 只是那時候還年紀小 國中 國小的時候爬很輕盈的 但是現在已經四十幾歲 要爬那一棵樹真的有點吃力 我發現我下來的時候 我兩個肩膀是痛的 因為是寶春之父親自摘下來 要好好呵護 不然我沒抱好 掉到地板上就爛掉了 好 現在我們要下去 怎麼下去 五寶春 這坐著瓜呢 好 坐著垃圾 這樣子 摘完木瓜 行者們還起後 來到了水草堂 希望五寶春帶他們下水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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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坐著喔 要坐著 不能跳喔 要坐著 要坐著 不能跳喔 這裡平常只有老師教生態攝影師 才能下水 今天代客老師說了就專輸喔 賣一下小麥的 今天真的沒有吃 很可愛 跟我們一樣 我覺得很好玩耶 好像煩惱還 拔盒 快點 小心 小心 有些小朋友就是要這樣子 然後在與大自然相處 那其實大人也可以這樣子 最後大家全遍校園 只找到木瓜和水生植物 但是親手再來的東西 特別有感情 有了水生植物當銷料 就可以開始融披薩的麵團囉 那你們知道 我就是跟你們一樣 都是在鄉下長大的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我要去台北做麵包嗎 因為要賺錢 賺錢 賺錢 以前我很自卑 我考試永遠都是最後一名 然後我家又窮 所以我很沒有自信 但是當我一直做麵包 我努力了二十幾年 在我比賽的過程裡面 我媽媽一直給我很大的一個動力 玉米 媽媽的愛和味道 是老師做出好吃麵包的動力和秘訣 如果能想著某個愛你的人 做出來的食物會更美味 所以大家要回去找出一樣 家裡頭最獨特的味道 你們都吃 明天二十三個披薩要開始烤囉 對 裡頭會藏著哪些故事呢 小朋友又最想把披薩送給誰吃呢 這就是那個 那個 我叫楊米 爺爺他也有菜 菜包 對 阿嬤做的 對 阿嬤喔 阿翔做給誰吃 阿嬤 阿嬤 很興奮 這誰做的阿嬤 你們同學的阿嬤都好厲害 每一個都很會做這個 單找聖哥帶了爸爸自己做的辣椒醬 你爸爸是怎麼做的 就是加沙茶醬 然後再加辣椒 然後再加小魚乾 然後這樣去煮 去煮的 喔 你爸爸很厲害 嗯 你有沒有很崇拜他 有啊 有喔 尹萱準備了越南才有的魚露 紹介帶了印尼外婆的醬汁 近年呢 拿了媽媽從印尼帶回來的黑虎酒 阿嬤想要做給誰吃 媽媽 媽媽 這是什麼番茄 糖烏乳 喔 媽媽做的糖烏乳 現在可以吃嗎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嗯 好吃 阿嬤想做給誰吃 媽媽 媽媽喔 為什麼 因為媽媽從小到大都很辛苦 照顧我幫我煮菜 其實我 倒不是說她期待說她會有什麼樣 特殊的食材啦 或怎麼樣 我覺得我要看的是 這些小朋友 他們要送給他心愛的人 他的心意 他的想法 從家裡獨特的食物味道中 代客老師提醒同學 什麼是愛的味道 現在要開始做故事披薩囉 大家會做出什麼樣的味道呢 小朋友做的故事披薩 到底各位如何呢 每週二晚上六點 六點 每週五點 每週五點 每週六點 都喜好